大家好,这期我们来测试巧克力滑轨的承重测试 本次测试使用了索尼A6300相机 试码70到200毫米变焦镜头 插着电池的富威德迷你监视器和洋葱工厂Y1云台 使用较重的机器拍摄时 建议搭配液压云台使用 测量一下机器的重量,大概重2777.4克 巧克力滑轨连接脚架也有两种方式 直连脚架模式和云台连接模式 直连脚架模式下,滑轨滑形流畅 滑到左右两端时,有轻微倾斜 调到最大阻尼,移动相机需要稍微用点力 云台连接脚架模式下,滑形流畅 滑到两端有倾斜 相比于直连脚架模式,倾斜较明显 把重量减少到2000克左右 直连脚架模式下,滑轨正常滑形 有轻微倾斜,但不明显 云台连接模式下 滑轨正常滑形 两端倾斜比直连脚架模式明显 两种模式的滑形比2.7000克承重时更顺滑 把重量减少到1000克左右 直连脚架模式和云台连接模式下 滑轨移动都很顺滑 而且两端没有倾斜 当重量加到3000克以上时 滑形正常 但明显感觉得到滑形需要用力 调节到最小阻尼也是一样 倾斜角度拍摄 滑形正常 往上滑需要用力 往下滑需要控制滑形的速度 防止重力原因导致相机滑形速度太快 画面不平稳 所以我们建议脚架模式下 2000克以内重量 滑轨的使用感最好 滑形顺畅 画面平稳 无明显倾斜 桌面模式下 3000克 滑轨滑形正常 2000克 滑形更轻松顺滑 需要注意的是 桌面模式下 如果你的相机镜头较重或较长 滑轨会出现往前倾的情况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 可以稍微扶着镜头滑形 或手紧握住云台进行滑形 如果两个滑块滑到中间 滑轮有声音 可能是机器过重 滑轮变形所导致 或者是滑形速度过快 导致滑轮与主体摩擦发出的声音 正常滑形速度是没有声音的 以上出现的配件器材 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官方店铺选购 以上就是巧克力滑轨的承重测试 如果你还有疑问 可关注洋葱工厂 YCOLI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下期再会